那么很高兴刚才能够跟大家一起聊中医,学中医,讲中医 我们用中医药的方法去让我们人体变得越来越健康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中医药学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我们知道在这个宝库当中 还有很多像青蒿素一样的这种宝贝还没有被我们发现 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对中医药感兴趣的人 能够跟我们一道去挖掘这个宝藏 让它为我们人类的健康去服务 我们希望中医药学它不仅仅护佑中华人民的健康 我们更希望它能够走出国门 为全世界人类去服务 为去构建全世界人类的健康命运共同体 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谢谢大家